他追了多久 他追了我大概有三年多 他都追了你那么久 应该他算你告白 因为我觉得他在某件事上惹我生气了 我今天来这就是让他给我赔礼道歉的 并不是我要来求他做我的男朋友 你不觉得你到这来觉得有点丢面吗 我不觉得我丢面的 那他不理我呀 我打电话不接微信不回 那我就到这来我让他说话 到底发生什么事 大概半个月之前 我本来心情就不好 我就说那不行我就去找喜涵 我说那我去跟他看场电影啊 吃个饭 然后让他哄哄我 这也算给他一个机会了 那我到他饭店门口了 结果看见他卑鄙姑娘乐呵出来了 俩人脸贴脸 什么意思啊 这不就对象了吗 他做何反应 后来喜涵一直给我打电话 我没接 他应该追我了吧 我也不知道我转头就走了 我也没管他 那我想问你你喜欢他 那我不喜欢他 我今天也不能来啊 那你喜欢他这个三年 干嘛不答应他呢 那我不得考验他一下吗 你说现在这么多闪魂闪离的 考验到什么时候 他是个头 一般的男生都听不起三年的考验 对啊 这不也出事了吗 那如果这次没出事 这三年还得又等几个三年 我觉得我没怎么为难他 凭什么就不追了 他喜欢我那么久 说不追就不追了 那他也得给我个解释 要死也要死个名 他还得维护自己最后一点 对啊 只能我甩你 不能你甩我 这是你今天来的理由 是吗 对 那我干嘛支持你这样的告白呢 不成心吗 我们来都是为了真实的爱情告白的 都是为了在一起而告白的 你到这来是来损人的 我干嘛要让你告白呢 如果今天他解释让我满意 我可以考虑让他做我男朋友 如果我是男生 我觉得你三年 大姐你还不同意我 那我找别人去了 对不对 我想问一下 这三年里边 你有去跟别的男生交往过吗 没有啊 我只是在考验他呀 这三年 那你这三年里边 有答应过任何男生 同时考验其他的男生过吗 有啊 那我凭什么 现在给你任何的解释 我觉得你这个行为举止 其实就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商品 在挂着上面 等着不听人来给你 要嫁 嫁高者得 那其他人追他 他也没有跟那些男生在一起啊 对吗 其实每一个高冷的女生 他背后都有一颗 缺乏安全感的心 那个男生呢 其实也是用点小气量 你不是一直扮高冷吗 其实我也玩一回高冷 看看你什么感受 他今天就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倒逼你呢 反过来去追他 如果他是以 对那个女孩 示好而来追这个女孩的话 这个阴险太毒辣了 首先我不觉得这是阴险啊 我觉得这是策划呀 对不对 策划 说明他用心啊 对吧 而且你怎么知道 他背那个女孩 是一种特别的关系 说不定是他妹妹呢 对不对 只不过是做一个秀 给这个女孩看而已 他的心理上 看似外表很强势 其实内心很脆弱 你一直在 用你的方式来 强势要求另外一个人 按照你方式生活 你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我只是觉得现在的人 你说闪问闪离的这么多 他们对爱情观 我觉得根本就是不正常的 你说他跟我说 我们在一起交往吧 我就答应他了 那我算什么呀 郝月是一个性格泼辣 非常自信的女孩 可是强悍的外表下 难言郝月缺乏安全感心 所以郝月寻找男友的原则 就是考验 不停考验 生活中虽然有不少男生 追求单身的郝月 却只有坚持三年的喜寒 让郝月有些动心 并不动生死的关注 可是就在一月前 一直对郝月不舍不弃的喜寒 却背着一个女孩 走在大街上 正好与郝月遇见 这让平时非常自信的郝月 无法接受 可是又不甘心 一直对自己很好的男孩 就这样消失 那么追求郝月三年的喜寒 是无法忍受漫长的等待 而另觅他人 还是出于巧合 另有隐情呢 喜寒今天会来到现场 接受自己苦苦追求了 三年的女神的告白吗 除非你现在在对着镜头说 其实这三年 虽然我没有答应你是我男朋友 其实我内心还是觉得 你是我男朋友的 我觉得你才可以今天开门 否则我真不知道找什么理由 让你开这个门 你们俩根本没有关系 我说 你说你对着镜头说 对吧 我考验你三年 也是心里有你 所以今天 行了 接下来的话 你待会儿跟他说 如果他不来 你在生活当中跟他说 就可以了 心里是有他的说 对 所以 凹什么造型吗 来吧 去吧 去吧 站那边 接下来问到你几个问题 你觉得他今天能来 他一定会来 为什么呢 他一直躲着不见你 他心里有我 第二 如果他来了之后 他确实说 他有了女朋友 你让他俩在一起吧 让我三年白费了 那如果 确实如志宁老师所说 为了这三年来 他在你心目当中 毫无位置的一个策划 来看看你的真心 那 我可以考虑 让他做我男朋友 可以在今天 就答应做他的男朋友 是吗 对 准备好了啊 五 四 三 二 一 再见 我 我不愿放弃 却要故意默默允许 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 却扣不停 总是以为总就化作 云淡风景 爱你到底 偷了自己 我不愿放弃 却要故意默默允许 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 却扣不停 所有人都在今天 我真怕这男生要出现 胡伯伯给你撕了 即便他跟你分了手 他离开了你 至少还有那三年的好 人要变得包容 你说呢 对 行吧 跟他说再见吧 你们俩好好幸福下去吧 还不行啊 打开第二现场 哥们自我介绍一下 别瞅这个可怜巴巴的样子 老师好 我叫喜寒 26岁 来自辽宁 不 你 我就一句话 你做那第二现场 什么意思 你出不出来 我想看他的态度 态度不已经看见了吗 要是我 我就走了 不 我 你起码得让他道歉吧 我跟你道什么歉 道歉呢 嗯 你跟那女的什么关系啊 她是你女朋友啊 你就抱她 你就背她 老师没有事 我习惯了 那么多人 反正这三年 这三年都不止这一件事了 那天 他约我 然后约我去游乐园 坐过山车 我当时乐不行了 批件批件了 去了 你这是说的 啥 你是哪里的话 你这是 啊 老师 你听不懂啊 我听得懂 你是哪里人 我大连的 大连的 大连话挺好听的 谢谢老师 然后 那天我公告 我坐过山车 沿着不敢走 然后他让我在过山车上喊 好月儿 我爱你 你说我就喊了 谁知道好月儿是谁 那天我弄了 坐了我一眼 你喜欢我 你说一句爱我怎么了 你弄了 你弄了全固然撤人 像我没吃油 伤了 那我不也为你好吗 主持人的这么大一老爷们 他恐高 不敢上天桥 我也恐高 那你天桥都不敢上吗 是 那还是敢上 哪有你这样的 你说我帮你改毛病还不行 我现在飞机都敢做了 谢谢你 不是你出不出来 你不出来咱就算了 就算他告白失败了 你能不能让他道我签 他连签都不道 我怎么出来 他直接道歉我就出来 我给你道什么签 我道歉 那不用 你给二服务员道歉 人孩子在家里干活呢 你是真的跟那个女服务员 没什么事吗 一点丝都没有 你能不能下来说 就是上一次嘛 然后我家饭店中午忙 然后干活 有一个服务员脚崽了 然后我就给他背出去 中午特别忙 然后这个姑奶奶就过来了 上来一人一个脸蛋的 你家没有别的服务员了 心都凉了 然后我转头看见服务员哭了 回头看着姑奶奶都没了 然后我给他打电话 发微信 一点都不理我 你不会再打吗 我死了 你不会去我家找我呀 你都打了三年了 你干嘛不继续打下去吧 信凉的不行了 朕不想再打了 能不能下来说话 能不能站这儿跟我说 我跟你说 你这样啊 我不管你的态度 我觉得你在那个大庭广东之下 羞辱了别人 你确实应该对服务员道个歉 对他道不道歉我不管 简直服务员跟他压根没关系 是不是 我们要做一个民事的好女孩 你说呢 你对着你女孩道个歉 我那天不知道你们之间是什么事 就动手打你了 对不起 万个要 可以给你道个歉 好 可以 好 接下来你可以找到算账了 你能不能下来说话 你让腿老师就这么抬头愁你啊 没事我这个尖锥不行 你能不能站着啊 我下雪啊 你也拜动手 你下来来你下来来 我跟你道歉来不行吗 没事 智琳老师保护你 他老公跟你是一样一样 前一阵就是有半个月没走他 之前给我抢了 现在还这样 把手伸出来 你看这指甲藏的 我也支不住他 我待会请你保镖啊 你出不出来 出来 把第二现场关了 你别动手啊 附老师我也不是逮谁打谁啊 正好啊 别动别动手啊 来了吗 开门吧 站这儿站 站这儿来 来站过来 我能吃了你啊 在一起多叫一叫三口 小伙子下来 真我看见还挺习惯的 谢谢老师 你怎么那么胆小呢 不是胆小 你跟个女的 这样让他吗 你说我打不过呢 那还真的未必 三年了就是这么过来的 三年了再给你讲一件事啊 然后他之后约我去拥有 我跟他去了 在盛水池边上 然后他说 我叫你拥有没有事 然后我现在怎么不带给我带要套修 然后结果就一脚 一脚过卷下去了 之后有个大哥挺好的 然后给我揪上来了 大哥跟他讲 渗水池别瞎闹 他是那么跟我说话的吗 结果他之下给大哥骂了 结果就这样给大哥骂了 他脾气震没谁了 不是附老师 他一大老爷们跟我喊 正常吗 有话他不会好好说吗 反正总而言之一句话 你活到今天不容易 只后还让我写情书啊 依照依奉 依奉不能低于遣词 你你你你 让我法有劲 三年 你现在是个创作高手 那你今天接不接收到的稿本 接收啊 行那就是你们俩自个说话啊 接下来我就不能再保护你了 我要下去了 你站到你那个圈里 这没事吗 大家都看着呢 他能怎么样 他能霸王印上弓啊 来来来 待会儿若是有任何物件的损坏 双倍赔偿 接下来是好月的告白事情 说吧 我说什么 想说什么跟我说啊 不是你告白吗 是你追我 不是我追你 今天是你把我说高兴了 我才能同意让你当我男朋友 行 我告白 好月啊 我追你三年了 这三年你对我怎么样 你心里都有错 自从追了你 你把我身边朋友都得罪了 我 我是 娶媳妇 我不是娶母老虎 我 你说你这样让我怎么办 那你不就喜欢我这样吗 你当初追我 我不就这样吗 我改什么呀 是 喜欢 是喜欢 但是你有时候 不感觉自己太过了吗 那我也不是生下来就逮谁咬谁人呢 那你说 能先成我小男吗 你说你说你说 我当初认识你的时候 觉得你特别有个性 然后你什么都不用 你也看不上 对你的人 也挺多的 就我就想 我只能 就比他们 逮你好一点 或许你就能答应我 却听见 不断掉 你的心 我 遇见了你 但是 我这努力了三年 这 这三年 我倒不是说受尽折磨 但是 也差不多 那我对你 对一点好没有吗 对 我知道你做的那些事 都是古一的 我也愿意 因为你在恐怜我 就比如说像 你叫我游泳 带我坐玩车车 我下来 我反正我能看见你害怕了 这五国荡丝 我就感觉 你还是挺担心我的 不管 是那个 我敢不敢做 多难 我都能为你做 没有那个情书 你可能感觉 我写了像流水帐似的 在那应付你 但是我感觉 我没多写一句话 我就离你近了一点 所有结局 在这夜里 都应全心 如果 我在你心里 还有那么一点位置 我求求你 在这个脾气的 就改一点 一点点 行不行 让我感觉 你是在乎我的 我在你心里 还是有位置的 我改什么呀 不咱就 我为你好吗 咱就改一点皮 你不感觉你皮太包了吗 你就 在大街上 随便跟人就能打起来 那我也不是无理取闹啊 对 我要不在 我要不在旁边 人能不能打死你 不敢 不咱就稍微改一点 瘦一瘦好不好 行 我能敢 但王写涵 我告诉你 你以后要是有一点 变得跟现在一样 变得没有以前 对我那么好了 你看我怎么熟着你 没有事 不能 就是 肯定还是你 该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 能说我女朋友吗 我爱情 这辈子都没有了 结果还是 等的怕了 原来她该 来世就来了 一代来 就无可 说句实在话 我还有一件事 至今没有想 你到底喜欢她谁呢 上一次我胜兵了 他就给我弄了一个床位 然后门口有个老大爷 我也看 阿姨一起看 腿骨折了 阵隔一个床位都没有了 他把我弄回家给老大爷了 你要是我 我也能那么干 这女生还是有她的 对对 有她的同情之心 水利万物 而不争 像水一样包容 人傲于事 而不顺 人要是太傲了 周围的人都会离你而去 平时脾气坏点没关系 关键的时候 还是要给予男生温柔 这样的话 才能够保卫你们的爱情 好吧 我们掌声鼓励他们 谢谢老师 谢谢